就是感觉蝴蝶是在这个方向 所以往这个方向 是有看着蝴蝶跑的 对就是往这个方向 刚才早上八点了 我最近在录一个节目 然后通常我们会四点钟起来 然后七点钟开始录 是一个跑步的节目 刚才在跑步 不知道最近怎么了 我觉得这首歌最重点的 重点就是在表达思念 这首歌其实它代表的是 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人 就是我的外婆 因为她也是在前年的时候 离开我们 然后我一直觉得 她在不管是我长大的一路上 还是在学习音乐的过程 她都是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陪伴着我成长的这一段路上 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这个时候 我外婆在的话 她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 或者是她会教我怎么做 所以这首歌就诞生成 现在这个样子 今天还蛮开心的一点 就是我的爷爷有来出镜 其实当初的想法是觉得说 因为不知道这首歌 我觉得它表达的 不只是我对外婆的思念 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思念 它是没有一个定义的 可以是爷爷对婆婆的思念 也可以是任何人对某一个人的思念 我觉得她是一个心态 非常年轻的一个爷爷 非常高龄的年轻人 所以也希望她可以 跟我一起在这个MV里面去 怀念婆婆 一起去留下这样一个 很美好的一个画面 我觉得这张超搞笑的 我张嘴应该是想吃蛋糕 应该三四岁吧 这感觉蛮小的 今天拍MV的感觉其实还挺轻松的 我觉得这个轻松不是说工作的强度轻松 而是一个最自然的我 可能我们没有去强调很炫酷 或者是说很华丽的镜头 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场景 我觉得是更自然更原始一点的感觉 去传递这首歌的背后 所以今天拍MV除了轻松以外 我觉得也非常顺利 所以我自己也很期待可以看到这个成果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